2016年街闭网站沙拉月报告爆料指 伊斯兰党领袖曾经接收过来自巫统的9000万令吉汇款 为政坛投下了一枚震撼弹 更引来反弹会介入调查 有不少的消息也声称 接收过那9000万汇款的好几个银行户口 都跟他们的前任熟理主席纳沙鲁丁有关系 是的说到伊斯兰党的这位前老二纳沙鲁丁 他在退出伊斯兰党之后 就被委任去当了跟前朝国际政府有关的两个基金会的主席 但因为他在基金会任职期间涉及洗黑钱活动 昨天就被反弹会逮捕之后 今早被带上法庭面控 纳沙鲁丁总共面对了三项的洗黑钱罪 30项的失信罪 总涉及款项超过400万令吉 罪状可说是很壮观 前伊斯兰党首领主席纳沙鲁丁 今天早上被反弹会戴上雪州沙鸯男法庭面控 他一身黑白西装 在走进法庭前脸上挂着笑容 毫不避讳媒体镜头 反弹会是援迎反洗黑钱法令和刑事法典 来提供纳沙鲁丁设计超过400万令吉的33项罪名 不过纳沙鲁丁否认有罪 要求审讯 另外 今天在霹雳仪宝地庭外 也有大批的行动党支持者聚集 他们高举不条喊口号 声援被控强奸印尼女佣的霹雳州行政议员 杨祖强 杨祖强一身西装笔挺上庭 进行第二次的案件管理 但是辩方基于控方提供的文件证据中 没有杨祖强的经验或DNA样本 因此准备向总检察署申请撤销案件